北京时间8月11日 今天NBA官邦详细公布了各支球队的具体赛程和联盟新赛季的转播计划 其中张黄和他的胡人成为最大赢家 他们居然有43场比赛得到了全美直播的待遇 整个赛季不过82场 胡人有一半的比赛都要进行全美直播了 要知道去年同期 胡人只有30场全美直播 包括NBA TV 排在第八位 落后勇士 骑士 火箭等球队 当然这个数字对于一只重建球队也很恐怖了 相比之下 最大输家就是骑士了 新赛季 骑士只有两场全美直播 还得包括一场主场对胡人 上赛季他们的全美直播场次 如果不算NBA TV 的话是27场 再上的话是恐怖的39场 胡人从30报增到43 骑士自从27报跌到两场 这就是詹姆斯的影响力 能让一只小球队成为联盟焦点 但今联盟除了詹黄没人能做到了 就算是杜兰特也不行 在他任务前 第一人永远只能信真了 NO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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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